在首届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中 来自全球四大洲 40位华裔嘉丽 在全球海选和网络面试中 从上百位嘉丽中脱颖而出 成功入围纽约的现场选拔赛 我们就是经过他们的简历 看他们的简历 然后看他们玩礼服的视频 然后再看他们的美知使命的视频 然后再就是面试 所以方方面面 他们其实也是过五关攒六将吧 现场选拔赛定在9月24号到9月30号 在纽约州立大学波奇斯表演艺术中心举行 接下来40位入围的嘉丽 将接受一系列走步 演讲 中国传统文化等培训 为现场的选拔赛做好准备 继续地不断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各种不管是诗书典籍 不管是传统的道德 去不断地提升自己 因为这个提升之路是无限的 那么古代有句话叫做富有深书气自华 真 纯善 纯美的正统文化 而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 总决赛的门票即将在数周内开售 总决赛当天 有嘉丽将展示神韵艺术家服装品牌 独家呈现的七款晚礼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柯婷婷 奥利福 纽约采访报道